气血不漏就是补 这四个行为可能会耗干你的气血 一定要远离 不漏就是补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习惯 其实都在偷偷的耗伤气血 想要减少亏损就一定要远离 第一个就是长时间看手机或者是电脑屏幕 保持一个姿势不动 中医认为久事伤血久卧伤气 肝主藏血开窍于目 你长时间用眼就容易耗损肝血 出现眼睛干涩模糊的情况 而长时间不动气血运行不顺畅就会气虚 时间一长气血耗损 再一个就是在吃饭的时候生气 很多人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吵孩子 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行为 肝主情志 孩子一哭情绪是不是不好 这时候再吃饭肝木刻皮就容易不消化 长期下去影响气血的生成 同样容易引起气血亏虚 第三个就是过于摊凉 夏天空调温度过低或者是喜欢吃凉的 导致含血入体 中医认为我们体内的气血运行有个特点 就是得温则行得寒则凝 这就像是冬天太冷 河水就会上冻一样 体内寒重了就容易气血运行不畅 最后一个就是熬夜了 很多人知道不能熬夜 但是依然忍不住 晚上原本是体内阳气该休息的时间 你不睡觉 阳气就得不到休养 夜里一点到三点又是干净值班 这时候血液是要归干的 他也回不去 所以长时间熬夜的人我们可以看到 脸色灰暗 眼圈发黑 头发大把大把的掉 身体好不好 我相信都不用医生看 那么以上四点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会耗损气血的行为 如果你有这些习惯 又不想让身体亏损的厉害 就一定要注意 千万要远离